娱乐至死,金钱至上,一日一更的圈妹又来了 2021年,白玉兰奖项颁发现场,各路明星争其斗艳 当时所有的人都以为白玉兰非孙丽莫属 虽然来的人很多,也有不少老戏骨 比如戏美娟,蒋文丽 但《甄嬛传》真的太火了 所有的媒体都在等着孙丽拿奖,然后为她拍照 甚至有的媒体连宣传稿子都已经写好了 但谁也没想到,在念白玉兰得主时,是宋家 起初很多人都有些意外 可是第二天,各路媒体都表示《甄嬛传》输给悬崖 孙丽输给宋家不冤枉 因为在悬崖中,宋家将女主的真情实感完全带了出来 还为我们还原了一个活灵活现的女特工 将女主的拧巴、坚持和骨子里的信仰全部表现了出来 能打败孙丽很意外 可当时看到她的表演时,又不意外了 毕竟太优秀了 宋家是个很优秀的人 但她也是个很狂妄的人 那一年,在FIRST青年电影展上 海青出了一把风头 她主动上台,Cue了周冬雨、姚晨等人 拿出手机,念了一篇小作文 主题是《中年女演员的困境》 然而当时宋家直接抢过话筒 笑着说了一句 只代表海青个人立场 这句话,她是笑着说的 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 完全没有考虑海青会不会尴尬 毕竟被喊上台的几个人 都顶着一脸尴尬 但也不好意思离去 当然,海青这一出戏的太突然 也没考虑到她们 不过能够当众说出这句话 让海青下不来台 宋家是真的有勇气 能够打败孙丽一举风后 又能当众让海青下不来台 宋家为何如此狂妄 是什么给了她底气 当我们看完她的经历时 或许能够找到答案 宋家是东北妞 自带一股虎性 她的父母完全都是知识分子 算得上书香门第 不过父母都是文化人 她却没有遗传掉这一点 因为从小她就成绩不好 哪怕父母天天陪着学习 都不见成果 因为隔三差五 老师就会请他们去喝茶 看着成绩一塌糊涂的宋家 父母并没有怪罪她 而是安慰她 学习不好 不代表没有出路 宋家天生好动 为了磨练她 父母没少想办法 还为她抱了几个兴趣班 有一次 宋家跟着父母去聚会 长辈们都让她表演一个节目 或许是气氛到了 或许是宋家的苦性上来了 丝毫不怯场的 唱了一首《小草》 这一场 吸引了乐琴表演家冯绍仙 她认为宋家很有灵性 于是想要收她为徒弟 自此宋家便开始跟着老师学习 可是宋家的性格 并不能踏踏实实的学习 她旷课去玩 被母亲知道后揍了一顿 还将柳琴摔坏 这一次 小宋家被唬住了 从小到大 第一次见到母亲这么大的火 所以从那之后 她老老实实的学习柳琴 不过她的性格没有改变 高中毕业后 考入沈阳副中 在学校跟老师对着干 气得老师天天跟她母亲告状 父母实在没有办法 只能去选阳陪读 不过他们并不担心 宋家文化成绩不好 因为他们早就为宋家 考虑好了后路 让她做一个音乐老师 或者弹琴 不过最后宋家 也没能走上这两条路 原因是遇到了贵人 范志伯 范志伯在上戏读书 他回去看望老师的时候 遇到了小宋家 一眼便被吸引 觉得他做音乐老师很可惜 便建议他去上戏 宋家一听有了兴趣 便瞒着父母报考了上戏 这一考考上了 于是千禧年 他进入了上戏 开始学习表演 能够去上戏 是宋家的骄傲 而且他的运气也不错 在其他同学 还学习表演的技巧时 他已经开始演戏了 2001年 刚刚上大学的宋家 就有了资源 拍摄的第一部戏 便是其实不想走 虽然不是重要的角色 但起码打开了路子 从那之后一个个资源 接踵而来 先是和方圆主演 越活越精彩 紧接着就是水出芙蓉 拍摄水出芙蓉 这部戏的时候 虽然他还没有多少经验 可是天赋已展现了出来 剧组中的人 尤其是导演 对他都是赞不绝口 宋家的好运气并没有结束 2005年 王金花看中了他 王金花有多厉害 不必多说 宋家听到他的邀请后 便跟着去了北京发展 到了北京 王金花便为他接下了 好奇害死猫这部电影 宋家凭借这部电影 拿下了金鸡奖 女配名气 也一下子扩散了出去 不过这部戏的尺度有些大 所以宋家身上 也被贴上了标签 那就是性感 这个标签宋家不喜欢 毕竟他想让观众记住的 是他的演技 而不是他有多性感 穿什么衣服 但很快 他便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2007年 宋家出演了闯关东里 虾儿一角色 虾儿 黄土地里生长的女性 厚重 而且角色多变 复杂 可是宋家愣是演出了 角色的层叠 凭借这部戏 他一下子家喻户晓 成为了人人所知的大明星 2008年 他出演了中国往事 之后作品稳定输出 一步步走上了女王的宝座 让大家彻底摘掉 贴在他身上的性感标签 是在2017年上映的拆弹专家 宋家 在其中出演了一位女老师 这一次他彻底将自己的演技展示出来 真正让他成为实力演员的是小舍得 剧中男力这个角色 让他眼活了 这些年 宋家一步步磨练自己 增强自己的实力 因为他一直都明白 在演艺圈最看重的是演技 而不是什么性感 宋家很疯狂 演戏对于他来说很重要 所以在拍摄闯关东和悬崖的时候 大风呼呼的挂 大雪一直下 自古的冷 但他却能在外面一直坚持拍戏 而且如果遇到好角色 他还会不计偏酬的出演 拍戏的时候 他喜欢虐待自己 比如会写人物小传 也会提前去体验人物的生活 人物有多惨 他就将自己虐得有多惨 这就是宋家 独一无二的宋家 让宋家疯狂的不仅仅是戏 还有感情 在一起就是在一起 哪怕被说小三也无所畏惧 比如他与张黎的感情 当初他出演中国往事的时候 这部戏的导演是张黎 张黎情史丰富 本就喜欢活泼靓丽的女孩 所以在看到宋家的第一眼 就被吸引了 那时候的张黎 刚刚离婚又火速结婚 妻子刘培还怀上了身孕 为了让刘培养胎 还将她送去了国外 本来想要上演好丈夫 却在看到宋家的时候 再也没有了这个念头 唯一的念头便是拿下宋家 起初宋家是躲避的 后来却想明白了 所以在2008年 媒体拍到了 他与张黎搬家的画面 这也寓意着他们同居了 哪怕外面流言满天飞 也没有理会 娱乐圈传播最快的便是八卦 所以刘培很快知道了 他频繁跟张黎吵架 但每一次都没有结果 哪怕他在歇斯底里 张黎也不愿意收回来心 起初宋家回应媒体的时候 还会说是胡扯 但后来却直接承认 爱了就是爱了 他从没有想过 小三这个名头好不好听 也从未在意过别人的看法 于是这段感情 直接被吵上了天 宋家为此挨了不少骂 只不过骂人的骂得上劲 被骂的确实像没听到 可以说张黎为宋家找了不少资源 捧红宋家他也出了一份力 不过后来他想要结婚 宋家却提出了分手 想必张黎做梦都没想到 玩了一辈子的鹰 却被鹰叼了一口 而且还很疼 接下来的几年 宋家的事业运太好了 感情罕见的出现了空窗期 直到2017年 与男演员黄少峰爆出亲密旅游照 在一起的时候 宋家并未直接回应恋情 只是发了明显有关感情 并没有提到任何人的本案 小宋家只想享受恋爱的甜蜜 却不想感受婚姻的麻烦 即便与黄少峰的感情 在宋家这里 从来没有得到官宣过 不过在醉酒的时候 小宋家推开了助力 窜到了黄少峰怀里 看得出两人感情 还是非常不错的 即便是官宣结婚的明星 也不尽都是幸福 离婚率居高不下 每年都有各种大瓜爆出 如果不能确定是否能携手一生 只恋爱不结婚 或许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吧 周迅曾经评价宋家一朵奇花 他的奇是长相万里挑一 有气质万里挑一 是让你看到他的戏就震惊 他的奇是风情万种 是自由高级 他身为一个演员 可以跑到跨界歌王踢馆 可以一展歌后令人震惊 他也可以去身临其境 为朱雅文助阵 直接拿下冠军 他是非常虎的 所以小小年纪在宴会上可以唱歌 所以可以瞒着父母报考上戏 当然也可以挑战角色的高难度 可以不畏流言与张力恋爱 也不用考虑人情世故 当场让海青下不来台 这并不是宋家的全部 在小姐姐的花店中 小S向他抱怨自己最近的争议 宋家听完只说了一句 你不爱自己 一句话让小S险些泪蹦 之后宋家告诉他 我最爱自己的脸上所有 包括法令文 看着就是宋家 他是虎 也是生猛 他出道多年 却从不迎合圈子里的风气 一向独立行 以自我为准 大气又洒脱 从来不遵循圈内的模式化 我根本不在意别人的看法 这是宋家 独一无二的宋家 如今宋家已经41岁 但是他却丝毫不恐慌 海青有的中年演员焦虑 宋家是没有的 情感上面的空白他也不着急 他的命是真的好 但是他的能力也是真的好 否则当机遇来临的时候 抓不住也是白大 他的人生就像是他出演的开端 哪怕是面对袁永怡 他只需要微微一笑 气场瞬间震慑对方 这就是宋家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圈妹的视频 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哦